我把话搁这儿 你这个庄家蔡老板 我的儿媳妇 露脸要是没露好 丢的可是我的脸 芬儿 在老爷子手底下 你怕是没有处处那天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老爷子就是想留一手 让咱们永远离不开他 就这么回的事 这个呢我也看出来了 我妈还以为 我们总扣着老爷子 不让他回去呢 那天啊还说了我 老爷子在这儿呢 确实能帮咱不少忙 不过他都这么大岁数 你这做儿媳妇的 就这么似乎呢 你老姑母啊 那天跟老头 累出个好歹来 你醉魂都大了你 这个我也知道啊 我也知道万一 老爷子累出好歹 我这没法做人了 你说是不是 那还有其他什么办啊 芬儿 你既然问他这儿呢 有句话我都不能不说了 你说 你看啊 老爷子就是现在早了 咱学的这菜也够用了 要想把老爷子那公斤菜 学到家了 以后咱不能自己开发新菜 那就得上你公公那本老菜吧 你别多想啊 我可不是那意思 那天是你说的 你说老爷子手里藏 这碗宫斤菜的老菜谱 我是一厨子 这种事 你一听着 特心里了吗 这就啊 杨师傅我不管你说啊 这事呢 我早就想过了 那 那我回头 我再想想办法 也只能这样